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回到久違的 狗掌 玩開箱 對今天 陳如你剛剛看到的 我收到了一枚Twitch的包裹 Twitch的包裹 那是什麼呢 拍攝的時間大概是2月份的時候 這個時候Twitch台灣這邊有 一個Twitch的裝備店上線了 那今年是2020 他們特別出了一款 2020的Twitch的外套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話 Twitch以往的外套都是 紫色的 紫色的 其實紫色其實並不好 什麼配色 然後你穿出去大家就可能知道 喔你是 What the hell 反正穿出去的時候 大家就可能 就覺得說 Twitch是什麼東西 然後 就好奇說 你是做實況的嗎 就有些觀眾可能 喔 這個人可能實況之後 這個人可能是Twitch的觀眾 那他們今年做了一個T恤 我們現在就把他們拆開來看看 OK OK 首先呢 喔 欸 Guys 這個是 出貨單 這不重要 喔 然後 收到了一個 Twitch的那個小奇點的點數 喔 有點反光 我把光線關掉一下 有沒有發現 欸 他給了一包的 小奇點的點數 有沒有對到交 有 這個 有 這個 阿雅雅 這個聽說都是台灣 一位台灣人畫的 這裡有補血的 他其實大概是結合了三次 那大概結合了就是 三次 三次的小奇點的回饋活動 從2019的下半年到 今年 今年年初的這個 這些 Twitch小奇點 他把它做成了一份貼紙 送給買家 你只要有買 外套 或是衣服 任何一件東西 就送你這一份貼紙 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 Twitch外套 Twitch外套 Yeah 那 廢話不多說 先試穿 我有 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買的是 XL XL的話 我的腰在這裡 我的腰 我的腰在哪裡 我的腰在這裡 腰在這裡 他的外套的 100 到我的大腿 到這 超 在下面這裡 這裡跟這裡 鏡頭外 所以其實他XL 對我來說有點太大 袖子的話 這邊 是可以完全遮住的 那 嗯 自己穿下來 我看一下 穿下來的話 其實還蠻帥的啦 就是 他這次主打的是 百里透子 百里透子 對 那背後有附一個 這個mark Twitchmark 然後 正面的話 左手 這裡 Twitch 不是左手 這是右手 右手 左胸 Twitch 大概是這樣子 噗噗 噗噗 如果單站著穿啊 因為他本身是做直的啦 比較沒有內衣縮的腰身 所以你可能要拉很緊 才會 才會 才會看起來比較瘦 要不然這樣看起來其實很 很胖 對 對於女生來講 其實沒差 呃 女生就你知道 大家喜歡看那個 短褲啊 看不到短褲的那一種 看不到短褲的那一種 那我們這 我們男生 臭肥仔 就是 噢大家知道 噢你穿這樣就是出去一個宅宅 但是他其實這一次是用白色的 比較好搭配 比較能夠穿出門啊 很感謝Twitch這一次特別做的設計 然後他媽的 現在有點熱 我在室內 Alright guys 我也再另外用幾個空頸去戴 這個 這件T恤的材質 然後告訴各位說 他的布料可能是哪些成分 你可能洗衣服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些狀況 對 他主要的話 就是他的外面的材質都是 呃 看起來就是80%的鋸質纖維 然後 80%棉 20%鋸質纖維吧 反正就是一般的布料 他主要是他的內裡 他的內裡 就是 又是用這種刷毛式的 那刷毛其實 這也不算刷毛啊 就是有點布織布感的這個材料 那其實這有點擔心就是你下水 第一次洗的話會起毛球 那起毛球的話 其實都很難處理 你要用那個沾黏的方式 然後去做 去做清洗啊 第一次的時候 通常都是第一次比較困難 對 那原則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 要小心他的mark是用貼的 呃 不是 就是不是 他的這個 標籤不是秀的 就是這個可能 你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洗個四五年之後 他可能就會 脫落 所以一樣是做一份紀念價值 然後今年的話 比較 適合各位可以帶出去穿 以上 就是這一次的狗掌王開箱 希望各位會喜歡這支影片 And That's all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And I'll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 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跟看法 然後對於Twitch的過往到今年出的外套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